每当瞭望无际的天空 在那遥远的西方 有一个我很想要的地方 没有修路的人哪有金光大道 没有摘花的人哪有鲜花灿烂 没有学博人的慈悲 哪有众生的离苦得热 想一想当年的佛陀观思音菩萨 寄功活佛和各位菩萨到人间来 吃尽半般苦 为了把佛法传到人间 所以我们要懂得广洁善缘 广度有缘众生 很多人跟台长说 台长啊为什么人家有这么多的贵人缘 我没有贵人缘呢 台长告诉大家 贵人缘是你们自己造出来的 因为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就种下了这个贵人缘 等到哪一天 当别人来帮助你的时候 他就是你的贵人 因为你种下的善缘 才会得到贵人的还原啊 我们要懂得把人间的每一分钟 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要珍惜时间啊 我希望你们所有的佛友们千万不要再打麻将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在上面打麻将 鬼在下面打麻将 所以有些人打麻将 心中一想 你帮帮我吧 我要赢 真的会赢的 但是赢完之后 这个鬼就盯住你了 所以很多人就着魔了 不打麻将 难过呀 这个时间就浪费了 我们坐在这条生命的列车上 不能浪费一丝一毫 想一想 完成自己在人间的善业 完成我们的善缘 让我们多过更多的贡献 懂得做更多的功德 以后我们无疾而终 那就是最大的善缘 一个人如果想在走的时候 不生病都很难啊 如果你们能够睡一觉 不要擦管子 没有气透不过来 没有浑身的疼痛 你已经是万福之人了 希望大家要懂得 修福修德呀 留给孩子多一点德 才能让这个德性慢慢的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必应他们啊 欢迎菩萨在心中 他叫我善待众生 做人要不谈不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